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糖砖》 第258节 里程前有气无力的说 我先前呢是准备了一面最好的玉佩 上面刻了祥瑞花的那种 是我老婆挑了好酒才选好的 明月珠子呢是我从小就佩戴的宝物 虽然没有玉佩值钱 可它是我的心爱之物 你就是拿十个玉佩 我也不换 到了你家 王叔问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就说呀 是一面上好的玉佩 王叔就说 那你是难得的人才 要我换一件自己用过的好东西 这样一来呢 咱们的关系啊就会更进一步 成为通家之好 我也觉得咱哥俩的交情 宋玉佩太掉价了 所以呢 就送了珠子 啊 明白了 这他娘的就是一个圈套啊 自己前些日子 专门给学生们说到了西域的地形 还随手啊 画了两幅简易的图纸 好让学生们看得明白 现在知道了 学生把课业拿回家 找老爹讨教 自然就暴露了自己 知道西域地形的事情 所以呢 这些家伙们害怕不给 就设下了这样一个圈套 让云叶啊 自己往里钻 李成前这个傻孩子 被利用了 都茫然不知 那现在 还是内疚的要死 起来 咱俩呀 去喝酒 把李成前拖起来 看着他伤心的脸 云叶苦笑着说 别难过了 咱哥俩 就玩不过那些老贼 被骗了 还在这里伤心 这下子 你知道那些老混蛋 没一个好人了吧 中计 中 什么计呀 我拿到地图的时候 也起了要藏起来的心思 只是没想到 后果如此可怕而已 这次即使受罚 我也没话可说 李成前还是那个 心底单纯的好孩子 云叶这些年的精心维护 还是有成效的 会为别人伤心 会为多死几个将士难过 还没有学会 狼心狗肺那一套 你没发现 咱们进门的时候 他们有一点商讨军机的模样吗 他们是在喝酒 就是等着咱哥俩自己送上门去 地图被骗走了 这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啊 你岳父 我淳朴善良的成伯伯 牛伯伯 都是罪魁祸首 合起火来骗咱俩这个傻子 现在真相大白了 那咱俩不喝酒 还能干什么呀 李成前的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他也不傻 稍一回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愣了一下 对云叶说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战阵上的白痴了 这话一点不假呀 如果我和他们交战 一定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拖着李成前往外走 云叶边走边说 现在知道那些老家伙的可怕了吧 你这是头一回被坑 说不定连你爹都知道 就是不拆穿 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 顺便呢 给你个当头一棒 到了军阵上 那才好滚素 这些老家伙 不配武都不行啊 看起来你想要纵横四方 我想满长安的欺负人 这怎么的 也得混成 李老爷子和云老爷子 这样才好下手啊 回到书房 李淳风不见了 他的酒鬼师傅呢 也不见了 当然呢 云叶的手抄本的 钻学出探也不见了 知道是贼 还领进家门 所以被盗呢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把被一群老贼打击的 失魂落魄的李成前 安排好 云叶抽空 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 很好 母子二人都在睡觉 老奶奶还是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当中 不可自拔 看一眼小虫孙 就笑呵呵的 傻笑两下 今天是缓不过来了 大糖啊 没几个能吃辣的 云叶吩咐的 给老帅们的每道菜里边 辣椒如果少于一两个就提头来见 还必须是色香味俱全 让他们欲罢不能 好让他们知道 云家的饭好吃 屎难拉 给李成前弄了两个猪蹄子 压压惊 现在只要是云叶喜欢的 李成前一般都不放过 什么猪肉 是腱肉啊 他现在羊肉都不太爱吃了 专门吃猪肉 长安市上也是如此 这是在云家的菜谱 传出去以后的事情了 没什么讲究 哥俩就一盆猪蹄子 全是前提 反正云家为了给星月催奶 是准备了一车子猪蹄子 一个人一个酒壶 嘴对嘴的喝 为了不伤心 只好化悲愤为食欲 两个傻蛋啊 谁都没有说话的欲望 抓着猪蹄子 咬的是非常的有力 如同两只野兽 在大嚼自己的猎物 这吃着吃着呢 李成前颓然的 把啃了一半的猪蹄子 撂在了盘子里 对云叶说 叶子 这些老家伙如此难缠 你说我爹 是怎么驾驭他们的 我在他们面前 这根本就不是对手啊 你知不知道 长安城里 我为什么不常去呢 云叶也把猪蹄子放下 齐齐酒壶喝了一口 才对李成前说 为何 我就是很奇怪啊 新画坊那么美丽的宅子 你一直空着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长安城里的妖魔鬼怪太多呀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我这样的 那如果不躲远一些 现在呀 大概呀 这骨头都可以敲骨了 还是我自己的皮 蒙的骨面呢 你爹呀 是我畏惧的人 见到他搂人家 我就没好日子过 你娘是我最恐惧的人 见到他 我总是没办法拒绝他的要求 而且是不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至于其他的人 我还能过两招 你没发现我总是在复仇吗 没办法呀 这都是被坑完之后 做的报复 所以呀 你不用为你爹担心 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厉害人物 有本事的人玩鹰 没本事的人玩麻雀 咱哥俩现在呢 最多是玩玩猫头鹰 而你爹 那可是玩老虎的人物啊 忤逆他 没半点好处 老帅们一个个的吸溜着嘴 剃着牙 挺着肚子 有说有笑的准备离开 云叶是咬着牙 堆着笑容 送老帅 啊 嗯 云家的饭菜不错 就是那个叫什么 辣椒的啊 放的多了点 不过呢 正和老夫的口味 明天把辣椒给家里送一车啊 年约轻轻轻的 一点礼数都不懂 等着长辈给你药材给呀 没一个孝顺的 老子 看在你今日天丁见喜的份上 我就放你一马 这是给我才生下来一天的小侄孙的面子 好好想想 到底以后该怎么办 有好东西 不要藏着椰子 老是留什么杀手锏 只要老夫们活一天 就不会让你云家败落 小子呀 没事啊 啊 多留几个种 多娶气防老婆 俺家孙女一大堆 都等着嫁给云家呢 看上俺闺女了 就吭声 彩礼送过来 明儿就把人抬过门 俺家的人呢 出了名的好生养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每一个老帅 这离别呀 都要嘟囔一堆 反正啊 到最后老牛出门的时候 云叶如果想要娶老婆 早就把后院啊 给塞满了 还收到了一大堆要东西的要求 啊 要厨子的要求 要不要脸的呢 还准备和云家合伙开饭店 小子 这次啊 这次啊 委屈你了 不过能被李静精心设计的那也是一种荣耀啊 我们这就要去进宫和陛下商议进取西域的事情 你做好被召唤的准备 都是守心守备的 将士们折损了 你也伤心不是吗 就不要心存不满了 等把西域打通了 就看你小子的手段了 如何把那些蛮族国库投空 这才显示你小子手段高明啊 老夫等人最多算是一个开路的 老牛担心云叶憋屈 特意留在最后开导着 牛伯伯 这东西才化好 本来就是准备献给陛下的 为大军西征做准备 这没想到被李帅给坑了 下回需要多长个心眼才是啊 见虎的孩子恐怕也就是这两天该生了 这东西呢 您装好 等产妇体力不支的时候啊 用水调了喝下去会补充体力的 对牛进达这样的人呢 云叶就生不起来起 有时候高尚的人格的确会让 让人盲目的信任 这种感情发自内心不受理智左右 牛进达接过小词评 在云叶监头拍了拍说 啊 你是个好孩子 一直都是 李朝堂远远的 不要信你 站在岸边 就一直是个干净人 老夫喜欢看见你干干净净的 大队人马走了 冬日里的土路上扬起了尘埃 如果事情顺利呢 当青草发芽的时候 这些尘埃就会往西边蔓延 直到天地的尽头 被骗了就不要想太多 这是李静正大光明的挑战 大人物之间的争斗 早就超越了拳脚相加这个层次了 斗志那才是主旋律 败给了李静不丢人 老牛说的没错 这几乎是一桩美谈 这个世上 值得李静动用智慧才能索取得到的东西呢 那只是在美谈里充当被愚弄着 这实在是让人不舒服 远远的想喊一声 下回再见分晓 但是又没胆子 旁边老钱呢 就在伸着脖子 一脸羡慕崇拜的目送的那些老家伙 老钱呢 你去准备马车 太子喝醉了 他现在啊 已经成亲了 必须要回东宫 老钱赶紧吆喝仆仪们去套马 准备送太子回家 淳朴善良的大唐太子 有生以来第一回遭遇骗子 还是一败涂地 这给了这个不满18岁的少年沉重的打击 以前自以为是的想象 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好在呢 有云叶垫底 这才让他脆弱的心灵 得到了一丝安慰 现在不需要安逸的巢穴 而是该放到激流里锻炼一下 多受几次打击 就会和云叶一样 变得聪明好多 这是好事 不是坏事 要想变得成熟 首先就得从自律做起 每日回家睡觉 哪怕已经喝醉 虽然呢 只是个不起眼的细节 却会增加自己对家的依恋 有了依恋 就不会对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感兴趣 想做好国军 先从家长做起吧 守城之军 感情才是他最大的 最有力的武器 李唐的杀戮太多 李二的皇位备受争议 并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好皇帝 就把你的坏事一笔勾销啊 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从历史上 李唐的皇位血淋淋的争夺 就能知道李二开了一个多么恶劣的头 李承前嘟弄着被抬到了马车上 他最信任的侍卫长亲自驾车 谢过云业之后 也回了长安 云家庄子安静了好多 就连街面上的买卖家都停止了吆喝 若有大嗓门的人呢 说两句话 立刻就会招来所有人厌恶的眼神 少夫人和小少爷在睡觉 要是惊扰了小少爷 听出不止 那岂不是无意中做了恶人呢 云府很大 就算是你有再大的嗓门 声音传了五百米之后 那也没多大动静啊 所以呢 云业宁可把这种行为 认为是对云家的一种尊敬 也不想认为这是一种恐惧 庄子上最老的老人家 坐在云家客厅的椅子上 脚下有一篮子鸡蛋 红色的颜料染得很均匀 老奶奶面前已经有一些蛋壳 他老人家已经吃了一个了 咱家庄子上的鸡蛋啊 就是油水足 咬开一看呢 跟金子一样啊 长安长礼就不好吃 蛋黄发白 孙子买了一些 都吃不下去啊 奶奶笑意盈盈的 对老好头说着家常话 农家最喜欢听自己的东西啊 比别家的好 听到老奶奶夸奖 张着嘴傻乐 老夫人过奖了 咱庄子上的鸡啊 哎 那可都是吃虫子 浑身长大的 可不是长安城里那些个 在土里刨神 鸡一顿 饱一顿的鸡能笔啊 少夫人这回给府上添了钉 这是大喜事啊 农户家里啊 没什么好东西 就一篮子鸡蛋呢 给少夫人补补衫子 好把小公子养得壮壮的 咱庄子可都盼着云家 公猴万代呢 咱们这些庄户 也跟着 过几天好日子 现在夸老奶奶 不如夸他啊 出世才艺天的小虫孙 只要受到恭贺 那立马啊 笑得跟弥勒佛一样 农家的礼物随清 人情却厚 进了厅堂 给老好头见了礼 人家坐在厅堂上 那就是长辈 是贺客 轻慢不得呀 贺爷 这鸡蛋的个头 都一般大 少见哪 不会是您老 一个个挑的吧 云叶从篮子里 拿出一个来 在案子上磕破 剥掉皮之后 吃了一口 点点头 老好头 笑得是越发的开心 哦呀 您一天的山珍海味的 也喜欢吃 残家的鸡蛋 庄子上的日子好过了 以前呢 守着鸡屁股 等鸡下出蛋来 没盐没米的时候 恨不得呀 下手去掏 现如今好了 自家的孩子 嘴残的时候啊 也能吃上几个 家里养的鸡多 这两天就是一篮子 城里 那个便宜坊啊 还专门呢 每天 到家里啊 去收一趟 哎 就是总到月底 才给钱 弄得人的心里啊 不输的 呵呵 好严呀 整天大鱼大肉的吃多了 容易伤脾胃 我就盼着回到家里 喝点小米粥 这一碗小米粥下肚啊 哎 那个舒坦劲啊 就别提了 现在这看见酒肉都发恶心 可是这酒宴总是不停啊 陛下次宴 谁敢不去啊 云孽在胡吹呢 可是乡亲们就喜欢这样的胡吹啊 那说出去都是荣耀 自家侯爷总被陛下次宴 这是全庄子的荣耀 如果跟着一个没人宴请的侯爷 自家不也没脸吗 在他们看来啊 侯爷天生就该花天酒地 妻妾成群的被人家伺候 皇帝又金锄头锄地 皇后每天吃葱油饼 那都是他们眼中的最奢侈的生活呀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